快来 热情的带动唱 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桃园金丝堂新春茶叙 热闹滚滚 温暖加倍 我们去年发愿 要嵌慕66位的人文龙董 来扶持我们的大爱台 一起来进化人心 我们就广耀我们的菩萨 还有大爱自由一起回来 就是一起来共济福原 每次我在工作的时候 做家事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听 安我这份心 我真是觉得大爱电视台 真的很好 它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传播美善安定人心 因为上大爱台节目 分享自身健康饮食疗法 竟然成功帮助 癌友的郑阳庆 深深体会传播的重要 大爱台跟我拍了一段 短短的影片 就是苏国申国事 那七年多来 我也帮助18个癌症病患 就是自然的疗法 然后新年转而开始做善事 这个法来自于我们大爱电视台的传法 由上人的法 善的法 善的戏剧 善的人物 善的事情的广传 这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人文的推广也仰赖各界的支持 身为企业家的孙俊璞 把慈激人文的观念带进了公司 推动环保 如素 造血干细胞 捐赠验血活动 那员工在做这件事情 他们是很乏喜 而且呢 他们也比较融合 那员工也比较不会离职 那这个是 也是一种留住人才的好方法 人人皆历 传承大爱 点滴汇聚 让善知识持续传播 科技传法 无缘辅见 大家新闻雷雅张略嘉 桃园报导 实际上